大家好,這次是Pia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一個最近很紅很流行的 這個菲利浦氣炸鍋 那我最近剛好也在剪脂 所以我會順便分享一下我個人 使用這個氣炸鍋做出來的剪脂料理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給它看下去 首先我就是要來先介紹一下 它這個新版氣炸鍋的一些特色 那新版跟舊版的比起來的話 它食物可以濾掉的油脂量大概高達了 80%左右 那它新版還有一個底盤是海鮮的設計 所以它可以更均勻的加熱好你的整個食物 大概多了50%的均勻加熱效果 然後第三個好處就是說 它非常非常的好清洗 就連非常不喜歡洗碗的我 都愛上洗碗 開始搶著跟大家洗碗 第一道我要做的料理 是我覺得最好吃的 就是蒜香雞腿排 加上甜椒跟青花菜 它的做法非常非常的簡單 第一個步驟就是 把雞腿排上面撒上這個大蒜跟黑胡椒粉 我們先把這個雞腿排用不沾煎烤盤 放進這個氣炸鍋裡面 然後200度給它烤個16分鐘 拿出來之後再把甜椒跟青花菜倒進去 再把雞腿排放到這個雙層烤架上面 連同這個甜椒跟青花菜一起放入這個氣炸鍋 這樣子等等的烹調過程 它的雞汁就會流到這個蔬菜上面 讓你的蔬菜等等烹調出來 多了一個雞味 我個人是覺得雞腿排用這個氣炸鍋煮出來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它的表皮不需要上粉 皮就非常非常的酥脆 然後煮出來你會發現它底部有非常多的油 你就知道說它可以從這個食物 從這個肉類中減掉多少的油脂 所以非常適合喜歡吃低脂料理的人 下一道料理我們要做的是我最喜歡的烘蛋 我們先把鮮蝦、鯛魚、番茄切好之後 放在那邊然後把7個蛋汁 加上一點鮮奶油或者是鮮奶 然後再加一點調味料 像是鹽巴或者是大蒜粉 之後把全部的東西都倒入這個不沾鍋 烘烤鍋中 然後把它放進氣炸鍋裡面開180度 烘個20分鐘之後出來就可以享用 那用這個氣炸鍋烤出來的烘蛋表皮 會超級的酥脆 然後裡面會非常的軟嫩 它不會變得醜醜的 然後你可以直接從這個鍋子倒出來 就變成一個很漂亮的烘蛋形狀 非常的好吃 那我覺得下次會加上一點起司的話 會變得更讚 那假如說你想要做其他不同的烘蛋料理的話 你只要把自己喜歡的材料全部給它放進去 用同樣的烘烤方式烘烤時間 烤出來就會非常非常的好吃 第三道我們要做的是 蒜香牛排跟四季豆 那我們先把這個牛排從冰箱拿出來 大概放個30分鐘 讓它回到這個室溫的溫度 裡面不會太冰 之後我們在上面撒一些黑胡椒跟鹽巴 然後在上面塗一些奶油 然後把牛排以及大蒜用不沾煎烤盤 放進去180度5分鐘 5分鐘之後再把切好的四季豆也放進去 然後200度再烤個5分鐘之後就可以吃了 那我覺得牛排外面要再給它燒一下 或者是再煎一下會更棒 這樣子外面會更酥脆 然後裡面會更柔軟 第四道我們要做的是肉片串燒 主要的材料有肉片、金針菇、蔥段跟玉鼠鼠 步驟就是用肉片把這些材料給它捲起來 然後上面撒上調味料 像是七味粉、黑胡椒跟鹽巴 只有放進去200度10分鐘就好了 真的是煎烤烘炸樣樣都行 第五個我們要做的是起司漢堡排 那我們先用這個牛角肉把起司包住 那我喜歡用的起司是Bree或者是藍起司 之後放進這個冰箱大概30分鐘 讓它的形狀固定之後再拿出來 在上面撒一點鹽巴 用這個做出來的它不會淋淋碎碎的 然後非常的香、非常的好吃 我最喜歡把它包在生菜裡面 配著這個番茄片享用 以上是我覺得最好吃的五個料理 我個人覺得的話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用 然後煮出來的東西非常的好吃 假如是比較耐煮的蔬菜的話 基本上都是可以放進去用的 像是剛剛有介紹的甜椒、蘆筍、四季豆 或者是一些根莖類的 像是地瓜、南瓜之類的 你給它放進去用出來 都會非常的好吃 那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不會像是水煮出來的蔬菜 流失非常多的水溶性的維他命 所以它其實是更健康 然後同時又更好吃的一種料理方式 對你的身體是非常的好的 對於你要減脂的人 它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假如你是喜歡用低脂飲食來減脂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會非常的適合你 因為剛剛說過了 它可以幫你利掉非常多的油脂 那假如你是喜歡用低糖飲食 或者是生酮飲食的話 這個東西它煮出來的雞腿排啊 牛排、烘蛋還有其他的主餐、蔬菜之類的 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尤其是雞腿排真的是我的最愛 我剛拿到的時候 我第一個星期吃了五天的雞腿排 每天你就給它用個不同的調味料下去醃 煮出來的雞腿排就是一個不同的口感 不同的風味 非常非常的好吃 推薦給大家 大家假如有興趣的話 我會直接把傳送門放在下方 大家可以點進去做購買 那這次廠商也很開心要送出一台氣炸鍋 所以請各位看好這個參加的辦法 我會把它放在我的FB上面 大家可以去做抽獎的活動 最後就希望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